就算不用为用水烦恼 大家呢还是对风雨雨季尤存 最后来看到的是凯米台风来的时候 有菲律宾邮轮在马尼拉湾遭到巨浪袭击沉没 海岸警卫队友当时呢就冒着夜色 营救了17名船员 有16人成功获救 但还有人失踪 搜救工作都还在持续当中 其实这一艘邮轮呢 是载运37万加伦工业用的燃油邮 从巴丹岛要前往中部省份 结果就在途中遭到大浪冲击翻覆 空中监测发现了3.7公里长的油料外泄 研判是轮机油 因此呢当局就评估了 邮轮沉没深度相对较浅 大概只有34米 所以要派出特种船以红锡方式来抽油 邮轮在于燃油 每日两国也说会提供协助 因为万一全都泄露 也会成为菲律宾史上最严重的漏油事件 谢谢大家 好